欢迎来到网站系列 这一集我们要来学学表单 表单在网页上应用的范围很广 譬如说像是你希望让你的会员能够加入到你的网站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会员登录表单 你希望你的会员能够发表一些讯息 发布讯息的功能就是表单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问卷调查 你要用的东西就是表单 甚至你要上传影片上传照片 用的通通都是表单 所以表单非常重要 这一集我们来学学表单 好那么开始来学表单 那这一集呢 必须要注意的是 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因为表单 所需要学的东西很多 一集可能会太长 所以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仔细的说呢 就是上集呢 我会专注在这一个表单上面 你可以提供个人的资讯 你的年纪 你喜欢的影片 那在下集呢 我会做另外一个表单 那提供你个人的email 密码 网址 生日 手机 等等 之所以分成上下两集呢 因为表单上 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可以使用 你可以使用 这叫做 radio 你可以使用叫做 checkbox 或者是option 其他的 它有很多的功能可以使用 如果通通集在一集 你可能很容易搞混 所以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上集就是不同的问题 种类 那下集呢 就是一些 格式上的规定 像是密码 有一个格式 网址有一个格式 日期有格式 手机有格式 所以我们会专注在格式上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学上集的内容 在上集的内容呢 你要学到的标签很多 属性也很多 OK 首先你要学到form 然后有fieldset legend label 还有input 它们各有各的功能 各有各的目的 你必须要学到这些 那这一集你所学的属性 会有style name 还有size 其他的呢 会在下集学到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五个重要的步骤 来建立起我们的网页架构 那我们可以写程式 好 第一个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网页的资料夹 麻烦请你到像是桌面 或者是你可以找到的地方呢 开启一个新的资料夹 然后这个资料夹呢 你可以更改名称 不是可以更改名称 麻烦你更改名称 这很重要 你才能找到 那我把这个资料夹叫做表单 然后forms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资料夹 好的 有了资料夹之后呢 在这里 这是我们资料夹 完成第一个了 我们必须要建立网页入境 麻烦你开启你的网页设计编辑器 我使用的是Visual Studio Code 如果你使用其他的网页编辑器 都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为什么我使用这个编辑器呢 你可以看网页编辑器介绍的影片 OK 在这个系列呢 我有介绍这个网页编辑器的影片 可以看那个影片 来了解为什么我使用它 好的 如果你使用别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必须要建立网页入境 好 如何建立网页入境呢 第一个麻烦你先开启一个新的window 因为我担心你跟之前的练习混淆在一起 所以麻烦你按file这边 然后新 new window 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不希望你搞混跟其他的专案搞混在一起 好的 接下来呢 麻烦你在左上角按下这一个文件的小图示 按一下 你会看到这一个页面 然后他问你说你的folder在哪里呢 no folder opened 所以你要按这一个按钮 open folder 打开了之后 麻烦你到你所存取资料夹的地方 我是存取在桌面上 所以我到我的桌面 我找到我的资料夹 是要做表单 forms 按下去之后呢 打开卡 打开之后呢 麻烦请你按下open的按钮 这个就是建立网页的资料夹入境 你看现在左上方我的网页 这里呢 有我的表单 资料夹 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 网页入境 第三个呢 麻烦你开启一个新的档案 请到上方 档案这边file 按下new file 好 这是一个新的档案 如果你开启的时候呢 发现怪怪的 麻烦你再用一次 他就会开启新的档案 开启新的档案了之后 你必须要第四个更改名称以及格式 目前的格式 如果你到右下方去看 你会发现他目前的格式叫做文件档 plant text 麻烦你按一下 按下去之后呢 在上方你可以搜寻你要用的语言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html 按一下 他就会变成html right here 在这里 html 好 现在是html的档案格式 我们要更改名称 更改名称的方式 请到上方的档案 储存 有时候没办法储存 再按一次这个你的档案 那就可以储存了 好按下储存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要你改这个名称 所以麻烦你改名称 你可以改成这个叫做form.html 资料夹不用变 这就是我们建立的网页路径 接下来按下储存 储存好了之后呢 你就有网页的资料夹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写程式 好在写程式呢 我们必须要建立网页架构 好在这里呢我就直接打网页架构上去 好网页架构如何打呢 我就直接打了 因为我在第一集的时候 已经有谈到如何建立网页架构 所以我就不要重复的 讲这个网页架构如何架设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打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网页架构 麻烦你看本系列的第一集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网页架构 这个title这个标题呢 我把它叫做表单 好然后呢 为了确保不会有乱码的情形 我必须要有一个 charsetutf8 这是一种编码的格式 好的在body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呈现的表单内容 在hat这边是资讯 网页的资讯 在这里呢是表单内容 所以我们开始来呈现表单内容吧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建立第一个标签 叫做H1 标题标签 你可以叫做这就是表单练习 OK就是练习表单 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来看看你的档案现在长的什么样子 好我到我的桌面 我开启我的表单资料夹 按两下开启我的网页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网页在这里呢 叫做表单练习 这是H1 我刚刚打的 然后呢 我的标签在这里 表单 好的一切都没问题 回到你的网页编辑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第一个标签 我一直说表单的标签 H1 我们当然已经有标签 我们有body标签 但是呢 有关于表单的标签 我们要开始来做第一个 第一个标签你必须要用的叫做form 在这里form 好麻烦你打上去 我就在这里打上 这个标签 这个表单 form 好然后结束标签 这个就是我们的表单 在这里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表单 要呈现的内容的地方 表单里头呢 我们通常都会放上表单的标题 譬如说我修这个表单给你看 OK在这里 这个表单呢 你看这里我有个个人资料 这是这个表单的一个标题 所以如何建立这个个人资料呢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个标签叫做Fill Set Fill Set就是这个框架 OK这个框架就做Fill Set 在里头呢 这个标题呢叫做Legend OK Legend在这里 所以Legend就是在修你的表单的标题 然后Fill Set就是整个框架 好那我现在来建立看看 所以在Fall里面呢 我们有Fill Set 开启和结束 OK 这是Fill Set 好的在Fill Set里头呢 我们来放进去一个Legend 好Legend 我把这个移开一点 你才可以看到这个程式 内容的地方 在里头呢 我们有一个H1的标签 标题 然后呢 我们里头有个Fall表单 这个表单里头呢 我们建立框架 框架里头呢 这个标题叫做Legend 个人资讯 好 你现在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好 然后回到你的网页 重新整理 哦 是这个 重新整理 好的 你可以看到你现在应该会有这个 你的表单的标题 还有这个框架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个表单里头 因为我们还没有放成试进去 但是呢 我们已经可以成功的呈现这个框架的资讯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在放这个里头的问题之前 我们来放这个两个 按钮 这两个按钮呢 第一个叫做送出 或者你可以说提交 OK 或者是这个什么 上传 OK 之类的 这个就是呢 就是我们填完资讯之后呢 按上去 按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传到资料库里头 我们没有要学资料库 在这里我们是学HTML 但跟你说就是这个按钮呢 可以让我们连到资料库 然后呢 另外按钮就是清除 我们清除我们的一些问题的档案 好的 如何建立这两个 在这里 我们如何建立这两个按钮 好 我们现在来练习 回到你的程式码 那我们放这个按钮的地方呢 必须要在这个Form里头 因为它是表单里头的按钮 所以我们必须要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它没有在框架里头 所以我们要放的地方就是这里 OK 我们必须要放在这里 程式码必须要放在这里 在表单里头 但不是在Fill Set里头 好 在这里 然后我就打上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呢 我们使用的标签叫做Input Input OK 然后 Type是它属性 它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这个 这个按钮 你把它用成Submit 所以就是送出的按钮 然后呢 Value就是它的值 是什么 它的值 它按钮上面的名称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讲送出好了 送出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 送出资料的一个按钮 这个资料的按钮在哪里 在这个Form里头 你看它放在这里面 但是呢 没有在这个框架里面 OK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 那我就把它复制贴上了 同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不是Submit 这个按钮叫做Clear 不好意思 叫做Reset 就是呢 清除档案 我们打资料有时候想要清除档案 那这里就提供一个按钮 让使用者呢 可以简单的清除档案 好的 这两个就是我们所建立的按钮 这两个按钮在这个Form里头 但是呢 在这个Fill Set的外面 OK 好 那现在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然后呢 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看到你这里有两个按钮了 目前这两个按钮呢 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连结到资料库 所以它一点功能都没有 但是呢 在外观上 你可以看出来是 按钮了 HTNL不是在提供功能 它是在提供架构 所以我们只能建立一个架构出来而已 所以呢 目前它没有作用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按钮在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放一些问题 在个人资讯里头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一集了 哪些问题呢 我们要来提供姓名 年纪 你看过哪些影片 本频道的影片 你最喜欢哪一个影片 OK 就四个问题 那这四个问题呢 分别是四种不同的问题格式 你可以看得到 那我设计这个 这些问题是有目的的 让你练习各种不同的问题格式 我们来做第一个吧 姓名 好的 请回到程式设计这边 在个人资讯下面呢 我们要来用的第一个标签 是 Label OK Label Label 标签呢 就是你要放上一个 姓名 你的Label 在这边 好 Label 的中间呢 我们就要放上 要放的这个 东西是什么 所以打上姓名 好 这是Label 那Label 之后呢 我们要来用这个 Input OK Input Input 是什么作用呢 Input 就是我们的 那个输入的资料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打上Input 好 Input 好 打这个Input呢 有一个重要的属性 你必须要使用的 就是Type 哦 我这里没有打Type 好 我把Type打在这边 哦 我知道了 我打错了 应该是要Type Type 就是要什么样的格式的 输入资料 在这里呢 你就打上Type 然后输入的格式呢 我们这里要使用的是 Text 文字的格式 好 然后名称 名称呢 是个属性啊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提供这个 输入资料的一个名称 到时候如果有资料库的话 我们必须要这个名称 才能知道说我们在 指定的是哪一个 输入资料的地方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个Size 这里是属性 我用40 因为这个Size 有时候我们输入资料的地方 有时候要宽一点 有时候要窄一点 那40呢 差不多刚刚好 那待会我们来看看 长得什么样子 好的 这里就是我们第一个 表单要问的东西 也就是姓名 使用的格式是Text 然后名称UserName 长度是40 好我们来看看长什么样子 好 那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然后麻烦你回到你的网页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个 可以输入资料的地方 叫做姓名 那40是什么意思呢 40就是它的宽度 这里是40 你如果想要再建长一点 你可以用成50 60 70 如果你要窄一点 30 20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 练习的输入资料的格式 好 那么回到这个程式设计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另外一个 好 接下来要做的是年纪 你看到这里有个年纪 那我们要使用的问题的格式是 叫做Radio 它是单选题 我选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不能选另外一个 它是单选的 好 那我们来设计看看这一个题目 麻烦请回到你的网页编辑器 然后在这个Input下面呢 我们要输入第二题 那输入第二题呢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 复制这个Label 这个标签 复制贴上 然后把它改成年纪 好的 那用完年纪之后呢 选项的标签 我们要怎么使用呢 一样麻烦你复制这个Input 我们要用一样的东西复制 但是呢 现在的Type 它不是输入文字的格式了 这一次呢 是叫做Radio的东西 然后来打上Radio 好 然后名称呢 麻烦你更改 这里呢 我们改成UserH 使用者的年龄 然后后面呢 我们必须要加上一个东西叫做Value 它的值是什么 如果使用者选择了这一个Radio的话呢 它的值将会是 我们就把它取名为H1 第一个区间 H的第一个区间 然后呢 在后面呢 我们就不用Size的 因为这个不是输入文字档 这是选项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Size 那在这个Input的后面 我们要打上选项的资讯 所以在这里我就写小于18岁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选项 那完成了第一个选项之后 麻烦你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节省时间 然后呢 这个H 麻烦你改成2 如果有人选这个的话呢 它是属于第二个区间 第二个区间呢 我们呢 随便来设计就19到30岁好了 好 然后复制贴上 改成H3 那你区间可以改成31到50岁 复制贴上 4 那最后这些超过 50岁 这只是个范例啦 你当然可以设计很多个 12345678都可以 然后有更细的区间 在这里只是一个范例 然后我把它简化过程 好的 这里我们完成的年纪 是我们使用的Type 叫做Radio 好 现在麻烦你储存起来 Radio有点就像是这个选择题 OK 选择题 好我现在把它重新整理 好了你可以看到年纪在这边 然后姓名在这里 你可以按选择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年纪怎么会在右边 它应该要到下面 像是我这里有把显示在下面 如何把年纪显示在下面 而不是在右边呢 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个标签 叫做VR OK VR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姓名这边 还有年纪这里的中间 我们把它加上标签叫做VR 好 等我一下 VR VR是什么意思呢 它叫做Line Break 就是分成下一行的意思 OK 分成下一行 那我这里用上两个VR 因为第一个VR呢 它会到下一行 这个VR呢它会加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两个刚刚好 好 麻烦你用两个VR 然后储存起来 回到网页 重新整理 那就可以看到你的现在这个年纪 都到了下一行 那这里有个空白处 因为我们放了两个VR 一个VR是到下一行 另外一个VR呢 建立一个空间出来 OK 这就是VR Radio OK Radio的问向 完成了Radio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我们来做做 这个是复选题 叫做Check Box 我们可以选择超过一个的选项 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 我们现在请回到你的网页编辑器 那接下来呢 我到下一行 我这里加个数捷好了 如果你要加数捷的话呢 麻烦你用Ctrl斜线 你如果用Mac 请用Ctrl斜线 那注解我要写什么呢 我主要的目的啊 只是要跟你说 这里是 OK 输入文字 OK 输入文字 不是文字 文字 那这里呢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 选项 下一个呢 我想要做的是 叫做 复选题 复选 好 那再次强调这是注解 注解是做什么用的呢 注解只是 让你说 你现在这个程式要打什么 它不会显示在网页上 它只是一个额外的注解 一个comment的功能而已 OK 这只是注解 那有注解要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呢 因为比较清楚 说你这个在做什么 那个在做什么 比较清楚了解你的程式嘛 如果你有同伴 跟你同样在做这个程式的设计的时候 他就可以能够了解 你自己在做选项 自己在做复选 OK 只是一个注解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复选呢 我们要怎么使用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有label 我就复制贴上好了 复制这两行 复制这两行比较快 复制贴上 好 那在label这里呢 我把它改成叫做 您看过哪些影片呢 你看过本频道 CWC 这个频道呢 你看过哪些影片呢 好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想要用的是 不是radio了 这一次不是radio 这一次我们要使用的叫做checkbox 所以麻烦请你改成checkbox 然后呢 在名称这边呢 麻烦你也改掉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麻烦你改成user 我们把它用成video 那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必须还要再加上一个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称呼它 反正它就是建立这个矩阵的一个功能 什么是矩阵呢 因为你可能会选A 其他人可能会选B和C 有些人会选A和D 每个人选的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用矩阵的方式 把选项勾选的把它储存起来 这时候就必须要用到矩阵的功能 OK 矩阵 那矩阵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加上这个 这个正方形括号 OK 矩阵 那什么时候需要用矩阵呢 像是副选题 就必须要用到矩阵 因为可能会有一个答案 有可能会有两个答案 也可能会有三个答案 每个人可能会不同的数量 所以我们必须用矩阵的方式 来把它做储存下来的动作 好的 然后呢 接下来 value 这边呢 麻烦你把它删除 然后呢把它改成 叫做video1好了 只是一个代号 代称 那video1是什么呢 以本频道来说 第一个video呢 第一个影片叫做架构 html架构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checkbox 第一个复选的选项 那接下来呢 我就做复制 这个复制下来 好 复制 然后把它贴上 第二个呢 我只要把它改value 这个影片就好了 这是第二个影片 第二个影片呢 本频道是属性 好 复制贴上 第三个影片 第三个影片呢 是项目清单 其实我不太确定 第三个影片是什么 应该是项目清单 第四个呢 可能是这个表单 不是表单 表单是这一集 表格 可能啦 反正只是个例子 好的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value 改成1234 这个1234分别代表的是 架构属性 项目清单 以及表格 那用checkbox的方式呈现 那麻烦你完成了之后呢 把它储存下来 然后到你的网页 重新整理 那这里呢 你就会看到 你有这个问题 这个新的问题产生了 这个叫做checkbox 你可以选复选 复选题 复选题 好的 但是你会想说啊 这个怎么在它的右边呢 可不可以到下一行 那我们刚刚已经做了 如何用下一行呢 就是这个VR 所以Mask把你复制这个VR 标签 然后移到复选的下面这里 我们把它贴上 复制贴上 好的 有了VR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下一行 再下一行 好麻烦你储存起来 重新整理 你的题目呢 就会出现在下一行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如何做这个 复选题 checkbox 最后一个呢 我们要来做的 这个影片最后一个呢 我们要来做就是 也是复选 但是是用 下拉式表单方式 也不算下拉式 反正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用这种方式来复选 你按下shift的键呢 你就可以复选 你所要的 应该是comment键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选择哪一个影片 好 我们来练习看看 这一个功能 好 那怎么做呢 它使用的方法就是option OK 这个type 我们可以用checkbox 可以用radio 然后呢 以这个为例的话呢 我们要用option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网 这个程式码这里 那同样的麻烦你储存 这次呢 我要复制这个VR和这个label1 都把它复制下来 copy 然后到这个下面 复制贴上 好 那在这里呢 我加上一个注解 Ctrl 斜线 加上注解 这个是选项 也不是选项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 我把它叫做复选选项好了 那这个复选叫做什么呢 叫做 我把它当作checkbox 好 那复选选项要怎么使用呢 它用的方法跟这个复选checkbox 有点不太一样哦 所以必须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先来改这个label好了 这个label就是 我把它改成你最喜欢哪一个影片 你最喜欢 您最喜欢 本频道 哪一些影片呢 好 跟这个题目类似啦 那不是改成你最喜欢 那可以复选 好的 麻烦你完成这个label之后呢 在这里 我们要使用的一个标签 叫做select 我再加上去 select select的标签 因为使用者可以选择 他们要的选项 所以在这里呢 不好意思 好在这里呢 就麻烦你打上select 然后呢 名称 是什么名称呢 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把它取名为 user like 你喜欢哪个影片 然后呢 因为由于 使用者可能会喜欢 一个影片 两个影片 三个影片 不同的影片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矩阵 所以麻烦你加入这个正方形的 这个括号 OK 然后完成了之后 在后面呢 我们可以加size 我们可以把它的选项呢 用的宽一点 那这里我用4 然后我要希望这个问题啊 是能够复选的 所以在后面我打上 multiple 复选的功能 那最后呢 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select的结束标签 麻烦你把它移到下一行 我们即将将这些选项啊 放到这个select的标签里头 OK 好 那现在麻烦你到select标签里头 那第一个选项呢 我们可以打上option1 option OK 我没有写在这边 我把它打在这里 就是option OK option标签 那这个option标签的第一个 把它输入的值呢 是叫做video1好了 最好是不要跟这个名字相冲突啊 因为以后啊 如果要做这个资料库的话 相冲突的话会有问题 名字会有问题 所以我把它改成likevideo1 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区隔 所以才不会造成问题 以后如果要 如果要见资料库的话 才不会产生问题 好likevideo1 第一个喜欢的video vide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大于等于 那我们这里要输入的东西啊 是这个 选项 我把它称作架构 好 好 这是第一个选项 那我把它复制第一个选项 复制下来 贴上 第二个选项呢 第二个你最喜欢的影片 属性 给你选 第三个我就复制贴上 第三个呢 是这个 项目期单 项目清单 最后一个 我再复制贴上 你可以加上很多个 都没问题 表格 以这个练习来说 我就加上四个 好了 这是最喜欢的影片哪些 那我们这里使用的是select 里头呢 有四个选项 好 麻烦你储存起来 储存 然后呢 回到你的网页 重新整理 那你就会看到了 这里有 这个问题 以及这些选项 怎么复选呢 你要按下你的Ctrl 键 然后选 如果你使用是苹果电脑的话 你要按下这个Command 的键 OK Command 按一下 按一下 它就可以选复选 OK 那这个就是四个题目 要我们这一集练习的 1234 好 这一集呢我们就练习到这里 这一集呢我们练习了四种不同的题目在表单上 第一个 非常的直接的问题就是 麻烦你输入你的名称 那使用的方法就是用input text 我把它用这个side by side 那你就可以看到左右两边 哦 它是在另外一个页面 好 放弃 OK 那我用这样就好了 好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用text OK text的格式呢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格式出来 好 第二个呢我们 哦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name哦 因为在到时候做资料库的话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用名字呢 就可以区分出我们的资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所以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我们使用的是radio 那radio在这里 这就是radio 单选题 第三个呢是这个 你看过哪些影片 我们使用的叫做checkbox 那checkbox呢 很重要的名称呢 必须要用举证 然后呢提供这个值给选项 使用者的选择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checkbox 可以复选 最后一个呢 我们练习的叫做option OK option的功能 那这个option功能呢 我们必须要用select 在select里头呢 我们提供几个选项 在这里有四个选项 1234 然后它的资讯 这里就是select 好的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练习到这里 哦 最后还有这两个重要的button 最后两个的按钮 第一个按钮呢 叫做submit按钮 第二个叫做reset按钮 那submit没有功能 因为我们必须要连接到资料库 reset其实它有它的功能哦 我可以展示给你看 如果这里打上一些东西 然后呢 选择选择 如果呢 我在这里呢 按下清除 它就清除掉了 所以这个按钮是有功能的 OK 但是呢 送出没有功能 因为呢 送出必须要连接到资料库 那在这里呢 我们没有谈到资料库 资料库会在别集的之后会谈到 那这里我们不会谈到 我们只要是设计表单而已 好的 这个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由于已经有点长了 这个程式码已经有点长 我想要在这里做一个段落 结束 那还有下集 下集呢 我即将会谈到这个 如何建立这个所谓的登录资讯 OK 登录资讯 登录资讯呢 你必须要学一些格式上的设定 那我们下一集呢 再来学格式的设定 好的 这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那我会把这个程式码呢 上传到我的网页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资讯区 看到这个网页的连结 那如果呢 你要做下一集的观众们呢 你必须要先下载这一集的网页内容 所以呢 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练习的档案 或者是呢 下载这个网页的这个档案 来使用 来做下一集的内容 好的 如果你有想要再学下一集的内容 麻烦你再看我们下一集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一集的影片呢 有什么任何问题 麻烦你告知 那我会尽快的回答你的问题 好 谢谢 拜拜